赖男洋装发烧,身体不适,拜托有人小玲买药给他服用,却趁机在饮料中下安眠药给小玲饮用,趁被害人昏睡性轻得逞,被害人返家后察觉有意,男友要求他就依经抽血验出有镇定剂成分,报警处理,检方医加重强制性交罪将赖男起诉,由法官审理中。 赖男,35岁,坦诚与小玲化名,发生性关系,否认强制性交,便称被害人小玲自愿与他发生性关系,他只是为告知被害人所服下的饮料加入不明药物,被害人返家后人觉昏省及呕吐,向男友表示恐遭人下药,男友要求他就依咽尿,发觉却遭人下药, 验出有本二安瓶类镇定安眠剂成分,起诉书指出,类男与小玲是朋友关系,去年12月23日凌晨,以通讯软体LINE向他表示他发烧,身体不适,是否可以买药给他服用,被害人应允。 类男表示在全家便利商店见面,小玲抵达后,类男驾车在小玲,由小玲陪同去吃面后,向他说有东西要拿给他,被害人为起疑,随同类男至他的住处。 类男在饮料中穿入镇定安眠剂给小玲饮用,至被害人昏睡,类男趁机性轻得逞,被害人至当日中午醒来,人决婚审,有类男驾车送他返家,他仍婚审前呕吐,男友要求他前往医院就医,抽血液尿后,查出尿液有症。 定计成分,碎报警处理,类男洋装发烧身体不适,拜托有人小玲买药给他服用,趁机在饮料中下药给他饮用,趁被害人昏睡性轻得逞,检方一加重强制性交罪将类男起诉,由法官审理中记者白喜坑摄影分享。